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相当少 不过他故意利用简单的密码 甚至执本取代复杂的机制 这种反向操作反而成为天才之举 他在1914年10月在爱尔兰被抓 随即在一个月后于伦敦塔被处刑 他成为167年来第一个在那里被处刑的人 但不代表这一切是结束了 在战争期间总共至少有10名间谍 也遭到类似的下场 不是被囚禁就是在其他地方被处决 好久没有点进这边来看 第一文明的奴仆 第一文明的奴仆是一支由诸诺崇拜者所组成的教团 他们相信世界应该回到第一文明上存时的模样 也就是我们人类应该自我克制 并沉浮于先行者一族 虽然我们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看到一些诸诺派的教徒 但似乎在第一文明灭亡时 诸诺的崇拜者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我们不知道当时那些人的集团 和现在运作的集团是否一致 通常会有圣者牵涉其中 但不一定总是如此 说实话 如果诸诺的数位意识存在 那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这些奴仆 在Obstacle Entertainment 蒙特罗曾经发现这群教徒 而我怀疑去年也有一些教徒在巴黎四处游荡 他们出现的时间大约和我们在巴黎的时间一样 我曾经看过一些情报 内容是推测这些奴仆 与Obstacle之间应该有不稳定的合作关系 以便能替彼此找到先行者神器的存在 不论是哪个集团 我们都不希望他们拿到太多神器 至少我们知道Obstacle绝对是敌人 原来这是第三派 我一直以为他跟Obstacle是同一派 圣者 这是最新的圣者 我刚连他脸都没有看清楚就把他秒掉了 圣者是用来辨识准世艾塔的术语 他是存在于人类体内的第一文明成员 也是朱诺的丈夫 有个关于婚姻的结合束缚的笑话 不过你自己想比较好 这张固是神圣的区块 神圣的区块你还常吐槽 据我了解 朱诺色法操控人类的DNA 使他的意识可以定期重复出现 但几乎是随机出现的 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出生时 有着他自己的个性 但最终仍拥有艾塔的记忆 大多数圣者具有明显的辨识特征 红魔异色 圣者通常与艾塔的体格高度相似 也近似于彼此 目前为止仅辨识出男性圣者 但我们相信仍有机会出现女性圣者 我的表弟马克两只眼睛有不同颜色 我们下次去温哥华的时候 应该采取他的血液 你知道的 以防万一 圣者对Obstacle来说相当有价值 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 一个普通人类的基因 大约0.0005%的第一文明DNA 但圣者的基因则高达5-6% 听起来没有很多 但只要Obstacle取得更多样本 他们就更接近第一文明的基因序列 并能解开他们强大的神器 我们现在可以更容易辨识他们 虽然不少圣者都试图在史书中隐藏他们的存在 可怕的海盗巴沙洛密尔 罗摩兹 还有圣殿骑士团团长 比较近的有Obstacle Entertainment的员工 约翰史坦迪斯 试图运用他们的科技 还有一个无奈的新鲜志愿者 借此让他心爱的妻子起死回神 就是我那时候被利用 你认为过去曾有刺客圣者吗 R.C. 你似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现了另一个圣者的活动 是个德国间谍大师 但说实在的从外表看起来他不像是比较高等的一人 不过到一切平息之后 我们还是派该派人去看看他的部分遗体 是否还残留在城市里面 杂鱼 一下他被打爆 猪诺生日 就世俗观点完全没概念 我们对于猪诺的些微了解 大多也是从二手资讯来的 当我们的朋友戴斯蒙体验过去 那个与他接触者的遗传记忆时 我们才第一次注意到他 我们只知道猪诺是第一文明的成员 在我们之前曾居住在这个星球上 那个种族创造人类以作为奴隶 但人类反叛并经历了漫长的战争 哇人类超强 那个时候猪诺与另外两个先行者 朱比特汉与密尼瓦 合称皮卡托利三神 他们是某种科学家 一起合作试图阻止强大的太阳闪燕 摧毁这个星球 但是猪诺似乎想要借着混乱来夺取权力 并接管一切 因此他被关在东海岸一座大神殿中 然而在监禁期间 他不知如何从实体存在转成数位存在 因而能够穿越时间接触不同的人们 努力借此释放他自己 关于这个我们释放了他 对的我们这些刺客组织 现在他已被解放 字面上来说是在机器里面的鬼魂 在灰白禁地里面 他是怎么称呼的 他以数位体生存的方式 没有人知道他想要什么 或他能做到什么 我只知道他很危险 他杀死了我的朋友 这些我们都难辞其咎 他存在树位里面 但以前没有那些东西的年代 他怎么办 他存在哪 脑子 他存在100% 你有没有没没有 我